感受东方智慧 揭开神明面纱 大家好 我是大壮 今天我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阳宫的天原乌兔中的树前寻蟒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 我们能够快速的找到某一个月中 它的哪些是好日子 那大家听名字 天原乌兔 这里面的乌指的就是太阳 兔指的就是月亮 说明了这两颗星 在这一套方法体系中 非常有用 那树前寻蟒是什么意思 树指的是每个月的初一第一天 那树前 也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初一 前往前寻 就去寻找蟒 去寻蟒是我们的一个地资 去寻找蟒这个地资 那什么意思呢 下面我为大家来进行讲解 那这里呢 同样今天讲解啊 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 基础知识 第二部分 实际举例 我觉得呢 还是有办法能够让很多基础 非常薄弱的朋友 也能够听得明白 好 咱们开始啊 首先呢 基础知识这一块吗 咱们分这么两大块 第一块 大家来看这个九宫图啊 大家会发现我讲的课 基本上都会设计这个东西 九宫图 九宫图呢 里面就有一些相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个信息 我们把地资 十二个地资啊 已经塞到了这个九宫中 从最下面这里开始 直啊 直啊 直丑银卯 成事五位 身有虚害 那大家会发现 这正的四个宫啊 四正位 他们的地资只有一个 是不是 红色笔表示的 而四个邪的方位呢 每一个宫啊 地资有两个啊 这个大家清楚啊 好 把这个地资放入之后呢 他在这一套方法体系中呢 有相关的九颗星 需要放进去 啊 这个意思说 如果听过我悬空飞星 听过我八宅课程的 都知道 大家都要用到九宫格 也会有相关的星 要放进去 只是名称不一样 好 咱们来看 他放到哪些星 我们从这边开始啊 这一块呢 叫做祭兜 啊 祭兜 这一块叫做火星 啊 黑色笔 写的 太阴 金星 这个呢 是罗猴 水星 太阳 这个是木星 中间是土星 好 不同的方法体系中啊 他们都有不同的星 那这些星呢 可能初学的朋友记名字啊 就会很愤小啊 这个很困难 比如我举个例子 这一颗星在这边啊 在这一个方法体系中 它叫太阴 是不是 那如果大家学过我讲的 听过我讲的这个悬空飞星的 大家知道 这里在这里 这颗星是叫什么 叫做巨门星 是吧 如果也看过我关于八宅视频的 这边的这颗星呢 叫做祸害 不同的名字 但是呢 有一个统一的数字 也就是说 这些星其实都只是一个符号 说白了 是虚星 并非是实星 当然有很多朋友不了解的会说 天上这个星确实是叫贪狼啊 它是实星啊 所谓的虚实 不是这个意思 以后再讲 好 那 这么多的星 不同的说法 他们呢 都有一个统一的标识 也就是落书 我们把落书带进来 他们的落书 所对应的落书的数字 是一样的 我们把落书带进来 落书 大家一定记得了啊 每堂课都在讲 带九 九上 头上是九 带九 女一 左三 右七 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 好 这个数字中间为五 好 大家这个数字啊 清除了之后呢 我们后续就不会说这些新的名字 就直接用什么 大家看到这是后面会讲的 直接就是用数字进行表示啊 好吧 好 大家了解了这张图之后呢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种原始图啊 大家可以放在自己左手的三根手指头上啊 放到手肚子上面 正好就是九个弓啊 正好就可以排成九个弓 把这些信息放进来 可以随之掐一掐啊 掐个几遍就记住了 好 第一块基础知识 第二块基础知识 这个图 这个图大家一看 就是十个天干嘛 加以秉丁 物极更新人鬼 但是大家发现呢 我在这里给他们标了不同的颜色 是不是 那这什么意思呢 在这一套 数钱寻卯的方法体系中呢 它需要去分顺和力 什么意思 待会再讲啊 大家先知道 那它怎么分的呢 它是通过天干来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对的啊 对角线所对的 两两一组 甲己一组 乙根一组 丙心一组 丁仁一组 物鬼一组 两两一组 他们所对的 他们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是阴阳 是不是 那比如把红色的 我们称为是阳 阳顺阴厉 也就是说 这里 这三个 这六个 他们属阳 在这套方法体系中属阳 属阳 他们呢 碰到 看到他们之后呢 是需要顺属的 待会说啊 怎么顺 怎么腻 待会一说 很明白 非常简单 那如果说是这四个呢 乙根 秉心呢 他们属阴 他们是 要腻的 其实这里呢 他们的所谓的阳阴 这个属性啊 是其次的 最主要大家是要清楚 红色的 待会看到 是要顺属的 黑色的看到 是要隶属的 这个东西掐几遍 也可以 直接大家也放手上 然后四根手指头 手肚子上面放上去 掐的几遍 就是对角线嘛 其实只要记一遍 看大家记一遍 甲丁物 甲丁物啊 是顺属的 在这个方法体系中 我们姑且把它称为阳 那以柄 我们在这个方法体系中 姑且把它称为阴 他们看到之后 是要隶属的 那他们所相对的 也是一样 好吧 这个就先放这里 待会用的时候 一用 大家就会更明白 好 有了这个之后呢 大家再看啊 这个叫做排三掌 大家先啊 伸出自己左手的 这个三根手指头啊 食指 中指和无名指 伸出来之后呢 把这个数字啊 给它排上去 排到哪里 从一开始啊 我的习惯呢 就是把它们排到指缝 那从食指与手掌的 这一个缝 开始排一 好 在顺势中 一再往上啊 都是指关节 指关节啊 一二三 四呢 排到这个食指的 最上端 四五六 啊 再七八九 正好啊 把这个九个数字 排在自己的左手上 这个叫做排三掌 咱们别管啊 这个名字很牛逼 是吧 咱们只要知道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数字 排在自己的手上 而这些数字是干嘛的 代表的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些心哦 啊 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的数字啊 我的颜色不一样 是不是 那这个颜色 我标的不一样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红色标识的为急 黑色标识的为凶 啊 待会儿 咱们来分辨一个月 把一个月的好日子 挑出来的时候 就要用到 啊 就要用到 好吧 好 有了这张图之后 这三块 咱们讲完啊 好 咱们开始 我只举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简单 太简单了 啊 小学生来听这堂课 应该也能听得懂 应该啊 如果听不懂 就可能只是我没讲好吧 好 咱们来开始 咱们以 2020年为例 我们以2020的 我们早出 2020年12月份 他的每一天 到底是急 还是凶 或者我这里 就不说这个了 就是他是急的 我用啊 圈表示 好吧 那凶的呢 我用差表示啊 他到底是圆 还是差 咱们把它找出来 这里我说的是阴力 不是太阳力 啊 大家不用去看节气 好 咱们来看 阴力的12月 12月也叫那月 是不是 阴力的12月 我们要看 阴力12月 每一天 它到底是圈 还是差呢 树前寻卯 树前寻卯啊 那也就是说 12月的初一 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往前去找 有某 这个地支的这一天 看是哪一天 一个一个找 那我们大家拿出手机来 翻到你的 这一个叫做万年历 啊 2020年12月初一 好 往前看 往前一天 应该就是11月的 29 11月 咱们也叫这个冬月 是不是 11月的 29啊 29 好 一直往前看 一直往前看 看哪一天 他有 他的这一天的 日的地支 有某 这个字 应该是 因为我这个提前做了一个准备啊 应该是11月的24日 大家往前看 一直推 推到 看到11月的24日 他是一某日 看到这一天 他是 他的地支是有某的 好 我们要的就是这一天 啊 大家不要推到有某之后 就暂停 不要继续往前了 前面还有地支是某的 呃 这个日子啊 那个不需要 我们就是往 往初一 这一天 往上一个月 到着看 碰到的第一个 有某这个地支的这一天 就暂停 好 大家应该找到了 应该是 11月的24日 这一天呢 是以某日 我们找到这一天 有什么用 大家来看 以某日 我们首先要找 其实要看的 就是他的这个 以 他的天干 以 回到这张表 以 跟 是 利 啊 他在这里 我们是把它当做音的 当做音 因 为利 利了干嘛 又回到这张表 这些东西 大家都按照我 跟大家说的 放在手上掐啊 就会非常方便 不然 你这个老子里面 想来想去啊 这个会混淆的 手上掐 好 首先 拿掐到以 啊 知道了 他是数音的 所以是从 是历史中数 怎么数 数了干嘛 跟着我的思路来 从子开始数 这个地支啊 这一个九共图里面 从子开始 历史中数 他是音嘛 所以历史中数 怎么数呢 这一天不是24吗 那子就是24 子就是24 大家来历史中 只数地支啊 24 那历史中是这么厉吗 24 但是数字呢 又要顺时中数啊 24之后是25 那害是25 大家明白了吗 那须是26 有是27 生是28 位是29 好 那冬月 11月 他就是只有29天 在历史中数一格 就数到了哪 就数到了12月的初一 是不是 也就是说 这才是我们要的结果啊 我们转这么大一圈回来 就是要这个结果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12月初一这一天 他所对应的星 就是这颗星 这颗星是什么 这个星是火星 对应的是什么 是九 啊 对应的是九 所以呢 咱们来看 咱们把初一 初一这一天啊 放在这里 就放到又放到台三掌 台三掌上了 是吧 初一好 放到这里 放到这里之后 咱们再怎么办 就要把这一天 把它把这12月 全部要推出来 那推出来到底是顺数 还是历史中 还是顺时中呢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 12月初一这一天的 这一个天干 它是顺的还是历的 是阴的还是阳的 12月初一 今年的2020年 那月12月的初一 是星有日 星有日啊 大家能够查得到的 万人历史上查出来 是星有日 那这一日是星的话 我们来对应 丙星 丙星为阴 阴 历 是不是 所以呢 通过 初一这一天的天干 我们得出来 它是要历史中数的 好 初一 历史中数 历吗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六 七 八 九 九之后呢 继续 继续 历史中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好 一直把这个月数完 那数完之后 大家就很清楚了 如果是在一 二 三 七 八 这几颗星上面的日子 就是好日子了 在这套方法上面 它就是好日子 如果是在四 五 六 九 这四颗星上面的日子 这个日子就不太好了 啊 那这个 因为 它叫做这个乌兔 啊 叫做乌兔 也就是说呢 乌 刚刚说了 代表的是太阳 啊 兔代表的是月亮 太阳呢 太阳这个星是八 是不是 也就是八和二 这个月亮 也就太阴 这两颗星呢 如果是在这个上面的 这两颗上面的日子 是最好的日子 啊 在这套方法体系上面 好 那 这一套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 有了日子之后呢 当然 它还可以精确到什么 精确到时程 啊 也是这个下一堂课 再跟大家来详细讲一讲 当然我们在正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些系统性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法体系进行一些穿插啊 进行一些穿插使用 呃 是跟我现在同名的啊 或者呢 也可以联系 也是这个上面的 叫做 在这里呢 然后我会考虑啊 以后啊 会有一些这样的直播的教学 好 那今天呢 就先到这里 这个发现这个我在南方啊 这个天气骤然变冷 现在已经零度了 也希望大家呢 做好这个防寒 保暖 保暖 就先到这里了 就先到这里了